你怎麼跟對方的支援 交的軟體 遠景借貨店員通報 說南大生到超商匯款 疑似被騙 立刻趕來勸阻 他說他要這些錢要做什麼 要交的嗎 是 你只是講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可以說沒關係 是不是要見面 只是說要見面 還是那個要交員 說要先付錢還是在要 是不是要見面 但南大生吞吞吐吐有口難言 說只是網路上認識的朋友 就是可以見面這樣 我們吃飯的就是交友軟體 你們這樣子聊多久了 就是 昨天 昨天開始聊 但前一天才透過網路 認識的對象 竟然就要揮款6萬給對方 南大生經過警方一提醒 還是不願相信自己被騙 如果真的是大騙的話 這樣因為我以為 因為其實我就是以為說 我只要我一直送錢 還就會還給我錢 不會 對啊 那這個 就去就沒了 你要聽實話嗎 聽實話嗎 就是錢是去 不會再推啦 原來這名在宜蘭念書的南大生 透過網路想要找員交 沒有想到遇上詐騙集團 但似乎手機上火辣女子照片 讓她失去理智 還天真的以為 只要持續付錢 正妹就會出現 他就是利用APP 透過交友軟體 就是有用 例子講員交的詐騙手法 就是要匯款 然後才可以借別 警方一查之下才發現 南大生之前 已經被相同手法 騙了50萬元 沒想到他就是不信邪 還想繼續匯款 好在超商店員和警方機警 才沒有讓他荷包 繼續大失血 記者林醫生 廖宜志 宜蘭報導 請 Eva說 李宗 谢谢大家